歡迎收看收看關心電影的婚禮新聞 報題戲的創作者 有經濟看文化、看國界的觀摩 和學習的機會 來自美國西伯母紅的重心 館長Dmitry Carter 帶來精彩表演 接著跟台灣報題戲團結重心 來看國學習 整個世界在講上 美國西伯母紅的重心電重點 自9月11號到每年的3月12號 第一位報題戲館來做電出 啟動 我們美國西北木偶中心 透過館長還有策展人 親自來這裡表演 親自來這裡展覽 我在這裡邀請全國各地 所有熱愛布袋戲的鄉親 可以開拓你的視野 除了台灣的布袋戲之外 我們可以看看國際間 不同的這些戲偶 本身的一個情況 跟本身的一個戲偶的一個設計 表示了我們大家一起 重視布袋戲的文化 沒有國界的分別 大家齊聚一堂 共同來共襄盛情 美國西伯母紅的重心 在19700年成立 是不準世界五位文化的 非營力組織 以演出的電南頂點方式來做提供 修重世界各地頂尾的火紅 以及相關的物件 到現在團身到第三代 這次看國電南 期待台灣報題戲創作者 有經濟看文化 看國界觀摩各些機會 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 國家的木偶 有很多地方有一些 一樣的 有的也是有一些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 很難得到這個機會 可以看看 很多不同的木偶藝術 別的年代的 跟別的樣子 有的是可愛的 有的是奇奇怪怪的 都有的 已經來了土偉快三個月了 覺得土偉是一個很熱情的一個城市 很可惜我下個禮拜都要回到美國 但是希望可以再來 可以再有機會做展覽 修台灣傳統佈第二紀藝 世界布袋戲的五大洲的脈絡 然後跟西北摩爾中心是 首先是一個國際的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聲量帶到國外 應該是10月24號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新書發表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這個新書就可以當作 未來傳習學院的一個教科書 國際學院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分科化系統教學的這樣的概念 我找不同的老師在那個課堂上 因為如果你跟一個老師 就是口傳心咒的時候 你只有一條線路 他過台灣五季跟世界五季的交流 剛才電出百萬元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定規修宗 贏到美國生日 西北無紅中心的創辦過程 正一步來述好台灣五季的發展 記者定規則 參謀度